病患乖乖聽醫師的話 下場竟然更悲慘 病了 第一胎並沒有做 認成高血壓這個檢查 所以他28週 血壓已經到達了180 只好建議他開刀 讓他出來長 隔運一百月 然後這一次呢 陳醫師 我跟妳講 上一次的血壓 所以一開始他做了 認成高血壓的一個監測 很不幸的 這次26週他就 他一直問我說 陳醫師為什麼我去扭化 這一天你上次還長 真的嗎 今晚10點 東森中和台32頻道 醫師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